五一假七期间,一段小视频在各平台走红,视频中一名男子在重庆慈祭口的人流中大喊我后悔了,不想出来完了,我想回家,随后,很多人使用这段音频,配上了各自在旅途中遇到的拥挤的人流。 5月4日,北京报记者联系到了拍摄这段小视频的郭俊晨,他表示没想到,自己会用这样的方式意外走红,出去玩总体来说还是让人心情愉快的,但是以后假期的旅行,我可能会更多选择近郊游。 郭俊晨说,郭俊晨今年39岁,是内蒙古巴耶闹尔人,平时在企业中是一名卡车司机,平时工作时间相对固定,只有法定节假日才能出门。 他说,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出来玩的人,几乎每个假期都会自驾出门,最近一段时间重庆的很多地方都成了网红景点,所以这个五一假期选择了重庆来打卡。 5月1日,郭俊晨抵达了重庆,当天下午,他搭乘地铁前往瓷器口,结果刚从地铁站出来,就被人流堵在了前往瓷器口的路上,我身体算是比较重的,当天又比较热,人群有二十多分钟都没有往前走,好多人都在抱怨。 我当时也等得很无聊,就拿出手机拍了一段小视频,并喊了那句我后悔了,我不想出来玩了,我想回家,我是一个人出来的,当时很多人都回头看我,好多人也都笑了。 随后,郭俊晨把这段小视频发到了微信朋友圈,不少朋友看到后建议他发到短视频平台上去,郭俊晨顺手就又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。 北京报记者看到,截至5月4日上午,已经有4万多人给郭俊晨留言,没想到一下子就被那么多人关注到了,给我留言最多的,是说我的呼喊让他们找到了共鸣,哪种被堵在路上的感觉,让大家特别有同感。 不少人还用我的声音去拍其他景点的人群,我倒是没觉得我成了什么网红,能让大家开心一下也挺好的。 郭俊晨说,郭俊晨告诉北京报记者,自己每次遇到旅途中的这类拥堵,都喜欢用幽默的方式去化解,有一次在华山遇到人多,他就对大家喊山上发老保用品了,大家加油啊, 就是大家都是出来玩的,也都不认识,喊一句让大家开心一下,不会那么焦躁了。 5月4日,北京报记者联系到郭俊晨的时候,他已经自驾回到了内蒙古巴雁纳尔的家中,等着5日上班,总体来说旅行还是让人开心的,虽然人多,但是还是打卡了很多重庆的网红景点,还是挺开心的。 他说,不过以后假期,我可能会更多的选择一些近郊的景点,相对可能会人少一些吧。 北京报记者注意到,郭俊晨的视频发出后,很多游客都使用他的声音,录制了各地热门景区人几人的视频,北京八达岭长城,杭州西湖,陕西华山都有出镜,闻北京青年报记者富瑶。 更多精彩内容,请关注Knews。 请关注。